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串看不清楚的号码 从现场飞驰而过的那辆车 究竟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看不清的号码 今日说法即将为你播出 正在交谈的两名警察 那是河南省开封市 降服区公安局的办案人员 他们围绕几个字母和数字 展开的研判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能再倒来点吗 能再倒来点 退一下 看看还能看几个 有时晚上比较模糊 有召集人员 继续反复地来播放这个视频 工作了几个小时 也没有这个具体结果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大家看到的 那几个模糊的字母和数字 来自一辆汽车的牌照 尽快确定这辆车 完整的牌照号码 对于开封警方 侦办的一起案件来说 至关重要 那么这是一起 什么样的案件呢 让我们先把视线转到 2020年10月13日 当天晚上7点多钟 有人倒在了路上 这个结果报警之后 我们迅速赶往现场 这条路是一个东西 走向的一个道路 路宽大概7米 是一个乡村道路 当天的天气下着雨 其他的停在路边 停的车辆也比较多 现场一片混乱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开演 在开封市祥福区 这条乡村公路的北侧 当时有一名女子 仰面倒在积水的地上 年龄70岁左右 旧护车都已经去过了 查看这个受伤情况 已经确定 人已经没有生病体征 受伤的主要部位 是在头部 因为口 耳鼻都在出血 我听说花童一香药 我都干出来 你出来不是 我也抽着一个三 正和警察说话的男子姓王 报警电话就是他打的 死者是他的母亲吴崇英 71岁 他们都住在案发现场 所在的这个村子里 就是老母亲吃过饭以后 来到超市 我们几家的一家人嘛 几口子 在这儿这个撩会条 当时有我姐 有爱人 还有我爸 王先生在村子的公路边上 开了一家小型超市 离父母的住处不远 平时老两口 经常会过来溜达一圈 王先生回忆 安发当晚 父母在他的店里 待了半个多小时 七点半左右 母亲说自己有点累 想先回去休息 就一个人出了门 不到一分钟 也就是说十几秒钟的事情 听到就是说 好像有一个撞击的声音 就像撞到什么物体一样 所以说当时就 我先出去嘛 我就看了一下 一看老母亲都离我门口 就大致有五六十米远 当时人就躺着了嘛 王先生说 那个时候母亲 挡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他一直呼喊 也没有任何反应 他慌了手脚 四处张望 隐约看到 夜幕里有一辆车 正在往西 越开越远 当时的意识 就肯定转人了 看到那个车的时候 那个车已经跑出两三百米了 那车速挺快挺快的 当时天有点暗嘛 看得不是太清楚 感觉它就是黑灰色的那种 就是想去追了嘛 已经来不及了 先救人为主 王先生怀疑 应该就是他看到的那辆车 把母亲撞倒的 案发的路段 没有公安机关的监控探头 随后办案人员 经过进一步的勘验 在距离死者倒地的位置 不远的地方 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有一次一个车上掉下一个灯道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每个车上都有 当时不能判断是什么样的车 然后我们就 迅速安排成立两个组 一个是 以办法现场为中心 进行走访 再一个就是 安排另外一个组 通过这个民用的 就是沿路的门店 这一路的监控 进行排查 王先生的超市旁边 是另外一个村民的店铺 他的门口 安装了监控探头 拍摄的范围 可以覆盖到 几十米外的中心现场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信息 事情发生在晚上的 7点30分左右 侦察员调看了这个摄像头 在案发时间段内 拍摄的视频 很快就找到了关键的东西 这个监控是私人监控 是位于现场的北边 这个人就是当时那个受害者 打着伞 从那个北边武力出来 从画面里可以看到 晚上7点31分 吴重英老人打着伞 从儿子王先生的超市里 走了出来 他沿着门前的公路 向西边自己的住处走去 仅仅几秒之后 随着灯光闪动 一辆车从他的身后 冲了过来 由东向西行驶 撞入这个 铜像在前的这个行人 撞入以后 这辆车没有停 直接驾车逃逸了 这是死者的家属 听见响声以后 从屋里出来 根据视频的内容 以及前期的调查取证 警方最终认定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不久后 法医也对被害人 吴重英的死因 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经过时间 总和分析认为 私人附和 全活后 路闹顺赏死亡 吴重英生前常年务农 老爸曾是一名小学教员 老两口结婚已经近50年 共有四个子女 恶号突如其来 一家人悲愤交集 特别是吴重英 70岁的老爸 精神一下子就垮了 案件的性质确定以后 开封市相扶区官局 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全力开展侦破工作 如果不尽快破案 会造成不良的协会影响 而且虽然事件不断退役 现在有可能小灰 有关证据 给日后的案件协力工作 造成障碍 相扶区政防 立正 走着抓获犯罪嫌疑人 换世界公道 此类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都是随机偶然发生的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 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无法通过被害人的社会关系 排查可疑人员 警方的侦察思路 一般都是先从肇事车辆入手 以车找人 那么案发时 犯罪嫌疑人开的是一辆什么车呢 因为天黑并且下着雨 这个摄像头的像素也不太高 具体这辆逃逸的车辆的颜色 和车牌还有车型 无法确定 从模糊的画面来看 肇事的可能是一辆小型汽车 侦察员在现场附近的走访中 没有打探到 这辆车更详细的信息 警方对中心现场进行勘验时 提取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块 但这个物证 能不能为侦破工作 提供有效的帮助呢 上面有新鲜的断裂痕迹 很有可能就是招热车辆 遗留在现场的 当时判断是车辆上 一个雾灯框 对我们能通过这个雾灯框 这个黑色的塑料块 能够判断这个招车辆 就是个黑色的 或者是什么颜色的 侦察员随即走访了 多家汽车销售店和汽球厂 请工作人员来辨认物证 但是没有人能准确地识别出来 这个黑色的配件 究竟是从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的车上 掉落下来的东西 这时候就这个侦察方法 就继续往外面拖 招车辆车从哪个地方来的 最后事发之后 往那个方向逃逸的 出了这个村之后 有四五个查户口 东边还有西边 相关的路口都在这里掉去 有没有我们交警部门 设置的这个监控设备 还有这个非议的商家 他们是不是设置的 有这个监控设备 案发时 肇事者驾车由东向西行驶 将被害人撞倒后 继续向西逃离了现场 经过一段时间的视频排查 侦察员从现场西边 一个路口调取的视频里 发现了可疑的情况 就是四五万分左右 是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我们调这个公安摄像头 这个事发期间内 这辆车和这个时间比较相近 画面中的这辆黑色轿车 出现在这个路口的时间 是案发后仅仅一分钟的 晚上七点三十二分 而且车身颜色 与此前被害人家属 提供的线索比较吻合 感觉它就是黑颜色了 专案组认为 有必要对这辆车展开深入追查 根据所有的线索 我们分开就是来调查这个车辆 从这个摄像头里边 来比较这车辆的信息 然后勘查这辆车的车牌号码 警方继续把侦察的范围 向周边区域扩展 另一个路口的监控探头 捕捉到了这辆黑色轿车 更为清晰的影响 经过对车牌号码的查询 车辆的所有人叫李涛 32岁 住在案发现场几公里外的一个村子 侦察员立即赶了过去 当时这车就停在李涛家的门外 找到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车 是前边和这个人体发生的一个洪装 所以重点就是看它前面 是不是有损坏 它的前段啊 它的大灯啊 还有前这个大火力啊 引擎盖啊 都没有碰撞损坏的一些部位 如果说李涛就是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嫌疑人 他会不会为了隐瞒真相 已经修过自己的车了呢 见到警察突然登门 李涛有些紧张 但他随后坚称在案发那段时间 自己驾车了 但并没有从现场经过 当时自己的车上还有别人可以为他作证 李涛说的是实话吗 警方再次对他的车进行仔细的检查 车上的各种部件都没有更换的一些痕迹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在招出车上在现场遗留的那个黑色塑料块 与这个找到这辆黑色轿车上的这个部件 是完全不一致的 这辆车算是给它排除了 李涛的涉案嫌疑基本被排除 这条线索就此中断了 专案组的工作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这个时候 被害人的儿子王先生又联系了警方 他说之前有个情况他忘了反应 发现东面有一个大货车 当时就是说刚出事大货车过半 等这边已经救援的时候 那货车就已经走了 王先生开的超市往东一百多米外 在公路边上有一个地棒站 经过实地勘察 超市车辆由东向西到达案发现场之前 肯定会先经过这个地方 老百姓自己办的一个地棒站 就是用于称重粮食啊 大蒜啊这些农作物 少少的儿子提供这个当天事发的时间 好像有一辆这个外地车在称重 据王先生回忆 案发时他听到撞击声出门查看 母亲已经倒在地上 他自己寻找肇事车辆 死处张望 曾经无意中看到过一辆大货车 停在地棒站 他本想过去找司机打探一下消息的 但后来忙着救人和报警 就把这事给疏忽了 询问地棒站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对这些事故当时有印象 或者是有看到什么情况 地棒站的员工表示 当晚因为天气不好过来称重的车很少 他们一直是待在屋里的 没有看到经过的肇事车辆是什么样的 随后侦察员查询了地棒站的经营单据 在安排时间也就是晚上7点31分前后 只有一辆大货车在这里乘过中 然后我们又通过看这个邦单 了解这个司机的牌照 通过这个牌照又找到了司机的电话 让我们侦察员过去 然后一个是向司机了解情况 能不能看到什么 再一个是想看看这个大货车 有没有这个随车的监控 案发当晚在地棒站称重的这辆大货车 驾驶员是一个姓刘的小伙子 侦察员在河南新乡市 一家运输公司的停车场 找到了小刘 我当时开着车拉了一车菜 在那个西洋这乡过地棒 但是下着雨 我下车站在旁边 边上似乎有一个车从边上过去了 小刘说货物称重时 按规定人不能留在车上 他就下了车站在雨里等候 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左右 他有印象在这期间 确实从他的身边过去了一辆车 向西驶去 但更详细的信息他也说不上来 但是我在给车过棒 我的注意力也没在旁边的车上面 应该是一辆小轿车 是什么车型 什么颜色的也没看清楚 车牌号码也看不清楚 然后过了十几秒 天下前方有很大的响声 估计是发生交通事故了 一个被记录仪拍到的关键信息 一个在酒席上开走了车的男子 看不清的号码 据说法正在播出 由此看来 在案发十几秒钟前 从现场东边地棒站经过的小轿车 应该就是肇事车辆 但是关于这辆车 大货车驾驶员小刘 反映不出更多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 专案组该从何入手 才能尽快找到肇事车辆 并锁定犯罪嫌疑人呢 大货车的驾驶员小刘表示 那天称重的时候 车上四个方向的行车记录仪 都处于开启状态 警察立即调取了 这几个记录仪当时拍摄的视频 进行仔细研判 当时这个大货车停在这个位置 正好就是在路边 通过这个大货车的监控 如果它有路向于什么 它应该正对着路 能给这个整个路上的情况 拍得很清楚 经过对这些视频的梳理 大货车前方和两侧的记录仪 由于角度问题 没有拍到有用的内容 这是案发当晚 大货车在地帮站称重时 车尾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 晚上7点31分 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 进入了画面 向现场的方向拾去 从这个时间上判断 这辆车就非常吻合 所以我踏着摄像头里面的时候 离这个货车就顶多有两三米 就是离得很近 反映出来的这个车辆 通常的尾灯 还有车靠牌安装的那个部位 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 我们判断出来是一个极力轿车 看这一边 这一侧和这一侧 左侧和右侧一模一样 与其这个圆的 灯光小灯是一样的 小灯是一模一样的 此前警方从现场提取到的黑色塑料框 疑似是从照示车辆上掉落下来的东西 经过查询比对 这个物证 与视频中这款车前方的雾灯照 从外形上来看高度相似 就是从这个地方掉下来的 左下角 左下角 比较吻合 希望相复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就是这种事情 嫌疑车辆的防御越来越小了 通过比对之后 离证抓紧时间 找准车牌号 专案组经过多方面的综合分析后确认 肇事逃逸的就是视频中 这辆银灰色的吉利牌轿车 然而行车记录仪 虽然拍到了车辆的牌照 但图像不够清晰 无法由此直接追查 最关键的就是要锁定这个车的车牌号 车牌号锁定之后 我们才能通过这个车牌号登记的一个信息 找到这个车辆所有人 车牌前面那个看字 模模糊的 但是跟这个鱼子很像 在玉壁后面那一个 看到像这个字母是一个V 后面有一个数字 虽然模糊 但是更接近于零那一块 剩下的都看不清楚 我们就把开封机的车 按照预避这个范围内 下去查找 这个牌照号码 后面的三个字母或者数字 都非常的模糊 难以辨认 侦察员马上调取了 开封室所有相同品牌 型号 颜色 车辆的登记信息 与仗势车辆不完整的牌照号码 逐个进行比对 经过我们多方比对 从发现在案发地附近村庄里 有一辆车 这个车牌号码 与这个视频中所展现的 有V有零这样相复合 这辆车的车主 就住在案发现场的 这个西侧一个村庄里 距案发现场非常的近 警方查出来的 这辆银灰色的吉利牌 而轿车登记的所有人是张辉 他26岁 开封室本地人 这是案发后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 张辉的车在另外一个路口 被监控探头拍摄到的图像 从这上面 侦察员又有了新发现 通过调取 那个嫌疑车辆的卡口 发现卡口照片 这辆车有损坏 第一是花圆杠 左下角的这个杠灯 杠灯灯罩没有了 第二 它这个车辆的前影二 处有凹痕 明显有装击的痕迹 所以来更加确定了 应该照着车辆就是这辆车 等我们这个到张木架 车主架之后 这辆车就在家门口停滑 我们随机把现场遗留的灯罩 与这辆车进行对比 发现比较吾合 但是因为当时现场 没有能派清到底驾驶员什么样 所以不能确定 车主张木是不是犯罪嫌疑人 警方是在案发后二十多个小时 找到照射车辆所有人张辉的 但张辉表示 2020年10月13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的晚上 自己的车是被另外一个朋友借走的 第二天早上 对方才把车还回来 根据这个张木架反映说是 换车的时候也跟他说了 他的车当时昨天晚上 发生了一个碰撞 说碰到哪儿说是不知道 根据他说的一个情况 我们需要下过的这个调查核实 这时候就需要去找到这个王某 张辉所说的 向他借车的这个朋友是王豪 27岁 住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个村子 侦察员赶过去的时候 王豪就在家里 王豪承认是他自己驾驶张辉的车 撞了人 并且在肇事之后逃离了现场 我们在开户市 想问于公安局 张辉大队的侦察员 现在向你这个询问 请你如何回答 听到吗 听了 从中午 中午在我家喝 喝了五个人 喝了有两瓶 又在饭店安置了一下 在那喝酒 王豪已经结婚 有两个孩子 他平时在工地上 做电焊工养家糊口 10月13日那天 他在家休息 约了四个朋友 一起聚会 五个人从中午就开始喝酒 一直喝到了晚上 当时 王豪自己喝了 快一斤的高度白酒 而正当大家喝得尽兴之时 王豪的手机响了 我老婆打电话 让我回家说 上去医院看我奶 我说我不喝了 我要回家 他把腰是给你的 还是什么情况 他把腰是给我的 他说他不开让我开 我回家 他也没说什么 他也没说不让开 按照王豪自己的说法 当时他是要回家 接上妻子 一起到医院 去看望病重的奶奶的 他向张辉提出要借车 他说是经过了对方同意 才把车开走的 但是警察从张辉那里 得到了不同的说法 根据张某的反映说是 钥匙正好就在他款边 之后拿着就走了 当时抓到钥匙的时候 是不知道 后来包括他在一起 和友人说 那个谁开着车走了 他就赶快往外面 追了一下 看了一下 这时候那个车已经起动 反正车开走了 也没办法了 但就回到这个酒心上了 车的所有人张辉表示 他知道车被王豪开走之后 曾经打电话 劝对方不要酒后驾车 他担心如果路上出了事 自己到时候说不清楚 于是他在通话时录了音 我去跟他俩 我去说什么兄弟 喝酒败开车败开车 不知道 那我还要 你还不干吗 不是 兄弟没喝到一个 王豪离开饭馆之后 向张辉保证 绝对不会出事 可是几分钟之后 他驾车经过 案发的那个路段 意外就那么 突然而知了 下雨 视线也不散 太清楚 感觉碰见 旁边杂草什么的 没停 路上行走那个人 打个伞 走那个人都没看到 没有 都能看见 那会下雨 下得特别大 我看下都是硬 没什么 这下车就走了 王豪驾车 将人撞到 离开现场 直接回了家 他倒头睡到了 第二天早上 一觉醒来 看到车上有破损 本来想找个地方 修一下 可张辉说 马上就要出去办事 找他要车 他就把车 立刻还了回去 王豪交代 直到警察找上门来 他才确切知道 自己闯了多大的祸 当时访问的时候 王某对张某说 这个车辆 撞到这个树堆 什么东西 没有说是撞到人 发生什么事故 张某当时 还埋怨了这个王某 拒绝 只要自己把人 撞到后悔 不应该救护家伤 给他家庭 造成了巨大伤害 2020年10月27日 河南省开封市 降服区公安局 交警大队 做出了认定 在这起造成 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 王豪负全部责任 此后 检察机关 以涉嫌交通肇事罪 依法对王豪提起了公诉 警方在这里 提醒光大群众 之后不要假释 机动权 一旦发生事故 作为早死的一方 应该第一时间保 等警方过来 进行事故处理 和证人认定 早死后 算这涛疑 不但不能套脱 法律的称处 翻岛会 错相假错 害人害急 案件审理期间 王豪向被害人 吴崇英的家属 支付了58万元的赔偿金 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对方也比较 对这个事内疚 后来也通过 我家人的量解 结果吧 还不能说满不满意 虽然说得到一点扑偿 当然也无缘就无聊着 我目前的生命 2021年2月9日 河南省开封市 降服区人民法院 对本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人王某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因发生交通重大事故 质疑人死亡 招出后逃逸 其行为以沟中交通招出罪 被判处有期徒营三年 缓刑三年 对于法院的判决 王豪没有上诉 此判决成为终审判决 已经声响 对别人造成伤害 对自己家庭也造成伤害 说到的是 把自己多年的 自己家庭的多年积蓄 一二子全部搭进去了 还背了几十万钱的债务 我以为肯定接受教训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有一句古话说得好 酒要少吃 是要多汁 朋友相聚小酌几杯 本来无可厚非 但凡事都要有个度 其实从王豪不断与人 推杯换盏 之后又执意要驾车 离开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铸成了大错 在生活中 例如酒后交通肇事这种 因为酗酒而导致的悲剧 不胜美举 应该从今天这个案例当中 吸取教训的 不仅仅是王豪艺人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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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